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最近呢 大家還是紛紛在家裡工作 那在美國呢 因為已經開始打疫苗了 然後也逐漸解封 所以很多企業就希望他們的員工可以回到辦公室上班 但是呢 大家也因為已經逐漸習慣這種 可以兼顧生活的工作模式 所以呢 很多人甚至就威脅他們的公司說 如果呢 你硬要我回去上班的話 我可能就要辭職囉 所以 未來這種就是 邊工作邊兼顧生活 甚至有點帶有這些度假感覺的 Workation模式 一定是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而且呢 甚至它可以延伸出白白種的商機 那今天就讓我來帶你們看看 那些商機是什麼吧 由於歐美國家早已採用Workation的概念 因此 邊度假邊工作呢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習以為常 像是HackerParadise 在台北 越南 泰國 愛沙尼亞 還有巴塞隆納等地都有據點 擁有舒適的住宿環境 還有共同工作空間 以及快速又穩定的Wi-Fi網路 鎖定像是電腦玩家 設計師 也為一些全職工作者 新創業者 還有自由工作者 揚聲打造許多相關的活動 或者是像We Run甚至推出了環球行程 從阿根廷 巴西 一直到歐亞非 參加者可以選擇三個月的行程 月費大概是2000美元 如果呢 參加全部12個月的活動 也只要大概是5000美元左右 租屋平台Airbnb表示 自疫情爆發以來呢 發現提供長期和月租住宿的房東 在全球不斷地增加 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旅客 是選擇預定此類型的住宿 那到目前為止 Airbnb上面 已經有超過600萬的住宿 是接受長期的預定 而且能攜帶寵物的住宿需求也崛起 那跟去年相比的話 很多旅客呢 希望可以攜帶寵物的這個搜尋量呢 暴增90% 而且也有許多的企業 開始接受這種遠距的工作和生活 因為它既是一種福利呢 也是一種招募的策略 未來呢 可能會出現 越來越多數位遊牧民族 那他們必須在不斷的牽移中 同時進行工作還有體驗生活 這兩件事情 那其實這對很多旅宿業者來講 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他們來通常就得待上就是一到三個月 然後再來是他們的可負擔性可能不能太重 然後或者是有人可以提供他們非常多元的就是途徑 讓他們可以大量的去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 還有就是看看當地的一些觀光景點 那所以我認為這也是疫情下產業升級後的一個很有趣的商機吧 那如果大家對相關的商機有發現 怎麼很有創意很有趣的呢 也歡迎可以留言在下面喔 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 我們下引上一次 нас 應該生 我們下部份 我們下部份 谢谢观看